他要帶你走啦 所以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軍民跟他走 那你說我就死了 他跪了你也要做跪了 他要那條你也要重點 確實 那個時候這個案件真的是很離譜 他只邀一個女孩子去外面吃飯 就把人家輪監 輪監又怕人家報警 就把人家殺了 那個女孩子真的很漂亮 身高174耶 嗯哼哼哼 這麼漂亮女孩子問你要殺他嗎 帶回去當 當太太就好了 他們沒有小孩就兩個 然後太太這個廚房在這裡煮菜 他們兩個坐這裡吃飯 結果 他在坐這裡一邊煮給他吃 然後一邊吃 發現楊彩站來的女孩子 他就跟他聽說 那到哪裡 從那天晚上開始 這個女孩子就跟他們坐在同學床上 就這樣過了半年 這個醫師本來就很高 他180公分 大概體重100公斤 可是他跟我那一次經過半年以後 他剩下65公斤 你跟了一個女的 而這個女的給你黏得太緊 你甩不開了 你一定要怎麼找我 怎麼這麼急 他說他懷孕 懷孕 懷孕你的腫 他要帶你走 所以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定要去你跟他走 那你要去死啊 就他跪了 你也要做跪了 他要你一條路 你也要走給他 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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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他 難怪我們有說結構呢 講一些言不及諭的話 不要 我聽說不要看人生 千萬不要同學期待 你投的時候他就跟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